大家好,欢迎来到BBD解说三国沙国战 今天还是看观众朋友发给我的国战录像 这个有几局是打的比较精彩的 这个场面看起来比较好看 然后还有几局呢 怎么说呢 你可以当作反面教材来看一下 咱们共同看一下吧 接下来第一局 主持角玩家的ID叫做猫肉肥不肥 26区的玩家感谢他的录像 这边周瑜大桥还有许楚夏侯渊 如果是我我可能会选周瑜大桥了 因为周瑜的话单挑很厉害 加上一个大桥有防御技能 综合来看还是不错的 许楚夏侯渊也行 但是呢有点别扭 你夏侯渊的话 你许楚你你只能神速二 裸一你神速一的话 裸一你对不对 你就不能不能双神速 反正怎么怎么看呢 看你喜欢卫国还是吴国了 许楚和夏侯渊的技能确实有一点别扭 好最终他还是决定选择卫国 还是要尊重玩家自己的选择 骑手这个胡杀乱杀者死 什么也没做 果断表现出这个自己爱地的精神啊 绝不胡杀乱杀 等待去杀胡杀乱杀者 好这边这个貂蝉直接选择了 通过逼越首量啊 一般通过逼越首量 貂蝉有很大可能是张角 就是想阴人 到底他是不是才得看具体发展过程了 这边164直接挂起装备 移代劳完就托管了 表示置身于桃花源 并不想参与进了你们的战争之中 这边179直接知己知彼 看看这个穿藤甲的 藤甲是不是要惹火上身了 也并没有杀貂蝉 这种情况下没人杀貂蝉 第一轮的话说明不了什么 因为第一轮的话 大家都是希望更希望观望一下 看看有没有人先表态 如果说轮数多了的话就没准了 结果可能是其他情况出现了 这边也是没什么好动的 有人去杀貂蝉了 有人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结果也没有杀出张角了 他表示我没有胡杀乱杀 我是看见他亮亮才杀的 这边原来是小乔 怪不得他不怕张角 他表示你要是张角敢屁我 我就阴你一发 然后貂蝉表示点点点无语了 好这边都是还是不动 继续托管 是你们两个人打呢 还是有其他人加入 这边这个没开南蛮 看起来不大像无果 因为这边小乔穿了一腾甲 还没有开南蛮 看起来是不大像无果 如果是只是小乔和貂蝉打 小乔也站不到什么上风 对吧 太白了 这边主视角杀了一刀小乔 这个是我 我肯定不会去杀 因为那边杀的不亦乐乎 你这个来杀 你有非常大的跳群的嫌疑 当然了 你愿意杀就杀吧 这边貂蝉是肯定不会杀 你好 因为大嘴可能是指的大群了 然后出来射了一发 然而那边腾甲 你射的是个寂寞 你这是准备射谁呢 貂蝉说这是野心家 灯爱也出来了 这就比较有意思了 投石问路 投石问路 问得好啊 结果把群雄全都问出来了 你真是屌 你这个投石问路确实有点屌啊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貂蝉的感受啊 这边他果断给这个邓爱打了个无限啊 表示把身份跳出来 不要过来忙我 其实也不会忙的 那边四个群了 对吧 当然了 他是希望打一个群无限 这也没什么 接着看吧 面对四个大群还是压力蛮大的 不过那边貂蝉已经被袁绍 射残了 貂蝉表示对袁绍非常的不满意 这边集火曹操 然而没有打死 看看有没有机会了 铁索连一下 火攻 感觉连孔荣好一点吧 孔荣毕竟三选 那边袁绍是四血 对吧 先打三血都好一点 而且你们都可以双量打嘛 对吧 一顿决斗 貂蝉你这个拼杀有点不理智啊 因为万一一会放个男板傻子呢 对不对 你就没杀了 反正曹操一大堆傻 也没有什么卵用 我先休息一会儿 休息 放权 放权欺人 这还玩个铲铲 不过反正曹操就算不放权 基本也是个死人 好 偷一发 这边要神速了 应该是 把刀给他 给的非常漂亮 这里肯定要给 甭管暗将是啥 也是给个刀 准备让杀貂蝉的吧 好 这边开始体现神速哥的威力了 关键时候 就有时候打三国杀 关键时候 你就套不出一张杀了 对吧 你看 你这神速死了 你看 你要不神速 你摸两张牌 你还没杀 对吧 你就摸杀 你给摸两张牌了 你现在你看 你摸了几张牌 摸了四张牌都没有杀 是吧 这边的话 也没什么好动的 过了就可以了 反正 路易逊小乔 从正常上来说 他应该就是不去乱动 因为对面三个群 三个位乱动什么 你这不是蛋疼吗 看见人头就 哎呀 这种就是收人头狂魔 看见人头就hold不住 人家凭什么让你收 你就老老实别动就行了 让群雄自己去打 让群雄自己去砍这些输出 你去掺和什么 对不对 这仇位仇的严重 要么就是仇位 要么就是看见人头hold不住 你就自己多事 找找装备 养养状态 让他们去打吧 有的是机会 好 群雄继续打曹操 拍一下 杀一刀 群雄多扛 不是 这个曹操多扛一刀 其实对女路讯也是有好处的 好 就一下 这边这些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喷 激情对喷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是他们是认杀 还是不认杀 还是怎么着 再杀一刀 完杀了 这下是真死 收掉 拆斧头 还有没有机会 一定要坚持住 这个乱舞 我感觉这乱舞不好吧 这乱舞没什么意义 也死不了人 你还有后续吗 你没后续 这个乱舞真的没啥意义 感觉乱舞实际掌握的不好 你乱舞 假许的乱舞就是 要乱就必须死人 不乱 你不然就不乱 没死人你乱什么 那有什么用啊 对不对 这边要把桃子偷了 肯定是偷了个桃子 好 这边继续神术 千里习人 吃个桃吧 换个青钢剑 要不然就弃牌了 因为神术二的话 神术完了就得弃牌了 好 这边大桥 但不是不是大桥 小桥开始卖力了啊 那边也不背歌 想要那把刀吗 哎呦 还有个胖子 坏了 坏了坏了 还有个胖子 这就要出事了 真心要出事了 我感觉你拿吕布的八卦阵不好啊 你拿吕布的八卦阵 不如拿吕布的加一马 吕布的加一马没什么用啊 你这个贾许有毒菜 暂时不需要八卦阵 感觉他不应该拿吕布的八卦阵啊 那个吕布加一马是没什么用 我觉得 好 这边继续偷 最后的机会了 好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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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 你这个八卦阵拿的寂寞吗 多么寂寞 然后他说在他眼里没有全上这队友 没全上这队友你玩个寂寞 看 关键时候就能出两张杀 不需要牌 对不对 你你你不然的话 你你还你连杀都出不了 你这有杀你也不一定有距离 对吧 这里 暂时只是夏侯渊的表演 还没有到许楚登场的时候 杀掉 就不知道怎么打着打着就打崩了 反正路人局啊 大国就特别容易打崩 除非大优局 路人局就是那种大优局 特别大优局 他可能不会崩 优到不能再优了 对面没有翻盘点了 要是对面有那么一点翻盘点 很可能 很可能都那个什么 你都都经常被打崩了 这边这个贾许为什么不拿过拆呢 拿过拆多好啊 你把过拆多好 那边贾许给不是孔荣给你牌 你拆掉 多好 那也行吧 反正怎么都可以吧 怎么这张和东是死了 开个桃园稳固一下 稳固一下局面 赶紧杀吧 赶紧杀许胖吧 哎呦 你这乐的是个寂寞啊 你账八就看 少杀一刀吧 要是不乐陆续 你那个可以账八拍一刀的 好 继续取入手机 看厉害不厉害 出杀 这边恐龙要死啊 多是吗 再找再找一下别的牌吧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恐龙弄死 好果断 弄死啊 陆逊就是神将啊 真的 你有过牌啊 人家能 人家在需要牌的时候可以找到其他的牌 这边没有闪 没有出闪是对的 第一失落一下 第二的话 防一下九杀什么的 这边贾许 独赛打 陆逊小乔还真不好打 因为小乔克贾许 对吧 然后独赛呢 也白板 不动白 陆逊人有过牌 可以慢慢养装呗 对吧 所以这边还不好打 所以贾许可能并不希望去处死 这边先观战一下吧 看看这个大家的动态 当然了陆逊如果杀许楚 这边贾许也是会帮忙的 他估计会谈贾许了 你越杀我越谈你 只能这样 咱们主视角只能这个 虚虚报了 看看热闹 或者稍微压制一下小乔的装备 这边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你你这也没法打 你总不能去杀贾许 你越杀贾许 贾许越打你越输 对不对 这边就骚扰骚扰这个陆逊小乔 好表表态 杀一刀表表态 表示贾许 我跟你站在 你看黑顺可以顺加许的 是不是 这边陆逊小乔说的话也是不好打 但是陆逊小乔呢 你还得硬着头皮打 要不你就硬着头皮把许楚砍了得了 这就不审速了 过了得了 要不然永远摸不了牌了 让他过了得了 趁着这个时候 许还比较高 其实这局啊 夏侯元前期这发挥的功能非常大 这砍了多少刀了 输出了多少刀了 要插这些刀 群凶根本死不了人的 这边继续过了 稍微快进一下 这个中期的话有一点拖沓稍微 贾许是不愿意杀许楚的 肯定 因为你把许楚逼急了 许楚就把你吃了 而且你打不过小桥的 你弄扔掉 继续续报 大家现在都进行续报状态中 陆星就开始杀 这个贾许开始托管了 使用托管神技 托管神技并没有什么卵用 只要一掉血就回来了 他不敢杀了 他没逃了 这边续决斗吧 续决斗 这里来了一个神器 续决斗 续韩冰剑 续南蛮 想赢你只能这样赢 要不就没有一点的机会 这张韩冰剑是 打小桥制胜的神器 真心是制胜的神器 这边玩捆绑 不知道什么意思 好状态回满 全是装备 然后续报好韩冰剑 坐等一波爆发 这边贾许是不敢杀了 你这越杀 对不对 越杀越弹 你一会就把自己弹死了 总感觉这小桥 已经刀枪不入的样子了 怎么办 还得继续等机会 你火攻是火攻不中的 人那边亮个黑桃 你就中不了 好这边又把贾许弹到了一雪 机会仿佛要来了 这边决定吃菜了 因为手里有决斗 有韩冰 决定吃菜了 这边而且陆迅的装备 已经没了 坐等韩冰掉陆迅的手牌 这边他有点傻了 他把那个 他把那个 顺手留下来 想顺陆迅啊 这边就是 这边就是赌一张纱啊 直接寒冰掉 裸一带走 可能后面稍微打的有那么一点心急 但是总体来说 续报决斗 续报寒冰店的意识还是不错的 再看一局 就是反正你这个小桥陆迅 你刚才那种局啊 你不你不通过虚报 基本上是很难打动小桥的 你就是这种白板武将 这局录像的玩家的ID叫旋律 骂武梦境 四五区玩家感谢他录像 这边刘备祝荣可以选 反正玩大象嘛 对吧 嗯 然后的话 这个 选董卓 田锋你还可以 周氏嘛 有点弱 当然了 你如果喜欢走不动道了 你可以选他 最终他选择了田锋总拙 这个又又为了不不辨士兵 亲你这个手牌 难道真的不刷手机卡吧 这样真的好吗 你真的不怕死吗 这个手机卡 我觉得 这很分分钟要贵的样子 如果你再磨两个装备怎么办 或者你再磨两个锦囊怎么办 这种手牌真的不刷手机卡好吗 还是没有手机卡的 异高 人胆大 这边重铸之异之笔 然后过了 什么也没做 周瑜 一般重铸之异之笔的人 你就可以不用太高估他的水平了 往这边周瑜直接手亮就开个南蛮 不管三七二十一 这边这个刺 司马登海也是斗 无脑屯田 然后还屯了俩红桃 好吧 随便你 这边你这么搞 真的要被南蛮什么射死了 这没有是没有基本盘 这边开始顺光了 你看你无脑屯田 一会被打死了怎么办 算谁的 给你贴个乐 好了 这回好了 把红桃给拍出去了 拿杖八 意思就是你反馈不到红桃 这边还有位 幸好有位 没有位 你可能就死在存田的道上了 另外咱们主视角也是惨 这边 哎呦 我的天哪 这边全是位 这边曹丕翻190也没问题 因为他不翻190 190出来就把司马很可能弄死了 看我天灯城头 立下手工 好的 这边有红桃啊 这边先杀这 不要杀周瑜了 这边 集火目标是这样啊 集火次序 路人很多都不懂 这边司马登岸 夏侯敦越境 集火的目标明显是主视角 包括172 先集火这俩人 因为这俩人在国家曹丕前面动 而这个周瑜不用打 为什么 因为有曹丕和国家在他前面动 这个周瑜肯定被限制限制的没不要不要的 一定要明白集火顺序 对吧 看他们怎么打 你看他去杀周瑜 他不懂得杀这边的 你去杀周瑜 你的周瑜明显厚动 然后夏侯敦表示你不顺我狮子 好坑啊 这种我问你随意了 愿意顺就顺 不顺就不顺 你顺其他人手牌 也不一定 就是也有可能顺到桃子 这都不好说的 都不 不能确定是怎么回事 这边刀顺了 杀这个 你看 你看 如果说 如果说刚才司马砍一刀他 这边九杀一个他 他在决斗一个他 他是不是就死了 如果没有桃子的话 这边没有桃 这是裸奔 有桃的概率非常低 他就死了 而你看 你看你看 他们的激活 这边跑去 两个人跑去 打两下周瑜 又打两下这个 你等于 这也就是说 你这两个人打了半天 等于打他身上 都没白打 因为他出来 是要发挥功能的 他他要么就是死了 对不对 要么就是出来发挥功能 和他血没啥关系 这边的周瑜 有曹平和郭家去控制 反正这种激活顺序 不多谈了 看这人有没有功能 甭管 他他是 他是没功能 那万一他出来 是一个有功能的 你不就亏大了吗 你看就算他没功能 他他还出了个乐呢 对吧 反正总归你激活顺序 就是不对 而且你那边 你收掉 172 没准那个乐 就是你们的 局势又不一样了 是不是 就这种 大国 怎么个激活顺序 其实很重要的 这边 董卓直接出来 这一路 魏国很可能要崩了 输了 输了 哎呦 这边应该先吃桃 再杀的 这边是肯定是先吃桃 再杀的 你不怕被反馈走桃 他可能觉得对面 就一掌牌了 不太可能有桃了 这个国家那边 全是桃 对吧 感觉还是先吃桃 再那个什么 比较好 这边他翻 司马准备收尸了 也没什么问题 这边是僵尸 真的 大家你打 大国的时候 你激活顺序 对吗 平时对不对 你这种都是思考的问题 路人很多就是不对的 好 这边董卓配合田丰 也是爽的不行 死了 然后曹皮手里堆尸 这没什么处的 连一下就可以了 那个看你喜欢连谁了 或者不连也行 如果你怕暗将 都是吴国 你不连也行 或者续一下 也都可以 都不是问题 我这边真击曹皮选择亮将 这给他吧 这不能杀 这自己杀了 万一裸奔了 怎么办 让他去杀吧 这边徐胜 能不能死 能不能死 你看搞了半天又没死 死不了了吧 本来徐胜早就被你们砍死了 强行给他留了下来 留下了生命的火种 这边国家被勒 这个勒也是徐胜贴的 周瑜 继续打魏国 也没有问题 看一下190 190身份还是比较关键的 这一下大群就让 不是不是大群 大卫 就让这个董卓给搞得覆灭了 反剑 反剑 仁德神迹 反剑一般都是仁德神迹 果断送一张黑杀 这边好 泰尔茨黄盖还不错的 这样的话 泰尔茨黄盖的话 很可能就能造出成尊的输出 那边真击只有一张牌 他可以拼掉真击那张牌 然后再输出 都可以 哎呦 我感觉不要放 如果你有杀的话 你拿张k点去拼点 然后双杀比较好 南蛮没必要 因为你南蛮是放不死国家 国家那边明着有杀的 咱我不知道他手牌啊 咱们看他后续出什么牌 你看他有他有桃子有杀 他用那张大k的南蛮去拼真击 最后一张牌 然后再去双杀什么的 多好啊 对吧 你也不用就是扔桃子 还去救队友 就很弹头 好 全都给乐住 自杀了吗 没有 并没有自杀 你看这局省本来是早就该死的人 打到现在都没 拆一下 牌过了 董卓的机会又来了 董卓的机会又来了 因为他手里有个无限 这边不要管 不要管真击草皮啊 让他们去收好了 收了一会儿自己出来 收个人头啥的 还是蛮有机会的 是挂机 也别帮群 你帮谁啊 你自己都死了 你还想帮谁啊 你能帮得了谁啊 死了 这样的话 看看还有没有翻盘机会 这边打个无限 好 他不是闪的九杀吧 为了保证肯定带走 还是九杀比较稳 这边还能连赢一下 拆一发 然后再摸一张 还是有机会的 其实还是有机会的 我顺 还顺个桃子 你看 你要不九杀 是不是 是不是就那个什么了 董卓就 不是不是 太史词就死不了了 这边周瑜开始反剑 这周瑜 你这种军 你手里有万剑 你还来反剑 你就算反剑 董卓钓鱼学又怎么样 就这个牌啊 说一杀一闪 一万剑 是绝对不能反剑的 这边董卓钓鱼学 你这边 你只是丁峰学生 能把神装董卓打死吗 这简直是寂寞 团战 你看 魏国团战不会团 这边 这 优势局也不会优 好 这边你死了 死的不冤 你反剑 你不反剑 不反剑 就甭管你死不死 咱们再说后续的 对不对 然后 你多活一轮 多撑一轮 你们两个人 你那边是周瑜吗 对吧 很强的 都是有机会的 这边就让 董胖一个人 把这个 董胖一个人 把这个 魏国和吴国 全都给覆灭了 撸了两把 然后 灭了两个国家 带末将 布下遗城 以队 曹兵 这里可以先兵住 他不动 下回合再看看 有没有杀户什么的 再考虑 远交进攻 这会兵住他 反正他并没有什么卵用 这边随意了 其实可以 就是都都怎么打都可以了 你把他顺了 他他就那技能已经发动不了 直接杀一刀就死了 很简单了 这局还是挺精彩的 再看一局 这局主持者 玩家的艾力 毛绒绒的曹 好像这个艾力 也是似曾相识 26区的玩家 感谢他录像 这边的话 两对组合都还可以 张和曹仁 贾许 恐龙都还可以 看你喜好吧 这种选恐龙贾许 是我可能也会选恐龙贾许 好 还不错 两杀一桃 有杖八 杖八这个武器 对于贾许是个神器 因为贾许这个武将 往往就是一个断杀 极其严重的武将 好 这边有人借刀杀他 他直接选择双量恐龙 这个也问题不大 因为恐龙 本来前期就嘲讽 第一抢个双 手量也问题不大 反正有人杀你了 对吧 没人杀你 你就按着呆着 就没必要手量 当然有人打你了 你量了就无可厚非 对吗 还才是那句话 这个杖八对贾许非常关键 贾许关键的时候 就差张杀 杀不了人 摸不到杀 对吧 这边难瞒 射出个司马懿 这边这个没有卖 这边这个三血托管不卖 一般三血托管不卖的 是位的概率低于2% 如果他不托管 倒还有可能 这边六十吃个桃 也没动 但是司马真机 还是有可能会打他的 因为你毕竟不卖 虽然你没打我 那是因为你不敢打我 如果司马真机会玩的话 他肯定是不会招惹 这个恐龙名将的 没有意义的 名将护杀 也没有意义 这边司马真机 不知道为啥穿个藤甲 你司马真机穿什么藤甲 你这就简直是罪了 好 这边你也不要去杀 你可以把这个 你可以做个散财童子 这个分发一点牌 分给这种三血不卖的 还有这种离开的 对不对 你分点牌让他们去搞 这边这个人 弹腾的冰了一下 离开的冰就冰吧 随意了 冰离开的防二章是吧 哈哈哈 那边你你你自己不要亲自动手啊 你把牌给那种三血不卖的 看他们动不动手 好这边66也没有动手 有没有人动手 有没有人动手 好像大家都不敢招惹司马真机啊 有人去招惹了 有人去招惹了 看起来非常像群雄啊 要不然他 他这个弹腾的去招惹司马真机 你这个挨着这么近 你不怕死吗 这边可以亮了 反正无所谓了 已经亮了孔荣了 司马真机明白人 他看起来是个明白人 因为他也没有来招惹你 你们两个互不侵犯就好了 这边这个66要倒霉了 好 祝荣直接出来 这肯定要杀他 九个杀 死得有点惨 不用管了 他竟然招惹了司马自己这个约的这个什么 就自己解决啊 你可以把杀给这个六十的 一会让他出来干司马真机 就这么搞 这边86没有动 72离开了又回来了 回来有没有什么大动作 吃个桃 这边66 怎么玩 火攻 不火攻真机司马 火攻打真机司马的 好 跳位 打死就打死吧 那他赶紧打魏国吧 不然大魏国要hold不住了 你看这边还开万剑 肯定是个魏啊 这边真机司马 穿着腾甲 还把那个对吧 给打死 祝荣肯定要干66的了 没什么悬念啊 这边张角死的也是比较冤 他就是为了给恐龙拔横 结果死了 没有办法 祝荣应该是会去打66 站在正常的角度 决斗 好的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你不出来就死 当然了 你出来也是死 这边拿个志力之笔吧 志力之笔 这是神牌啊 就绝对不能放过去 他们不拿 你看这些人都不拿志力之笔 前面司马真机和祝荣就不会玩 你拿志力之笔啊 志力之笔 这种牌都不拿 这种牌是很可能决定整局走势的一张牌 这样真机司马是肯定不会打66的 看他打谁 他可能还是继续打暗将 以这个真机司马前期的打法来说 他应该还是会继续打暗将 给恐龙乐住 其实乐恐龙没必要 你可以看 明显能看出来恐龙从头到尾 压根就没想杀你 你乐了他 他还是往处分牌 你不乐他 他也是往处分牌 对吗 这边由于有志力之笔就无限了 要没有志力之笔 其实都不用无限 好 看一下 看到一孙权 那也不能管了 继续乐司马真机 你反正乐我 我就乐你了 那不客气 这真的没必要乐 你乐他就有什么用 你乐他分出牌了 其他人不还是干你吗 这边真机司马 反正答案将倒是没什么问题 好 这边也跳了一个飞位 直接剁66 66怎么玩 不出来吗 哎 同志们 这货到底是什么呀 他怎么会去杀真机司马了 我是理解不了 你简直是在斗啊 那边 那边有人在打着真机司马 你去替真机司马 把那个人收拾了 然后你又去打真机司马 我不知道你图什么 然后他被其他名将一顿揍 然后死了 看看他到底是什么 双雄 哎 那怎么评价 这种玩家 我觉得是 这也太菜了吧 这边 你队友把火杀给到这个暗将 打卫国的暗将手里 就是让他去干卫国的 好 你倒好 把这个准备打卫国人给撸死了 你甭管这个是不是群吧 就算是其他的 你把他给撸死了 本来他活着是帮你们去打真机司马 根本不用你动手 你就藏住就好了 好 结果你把这个要打死马人弄死了 然后又被其他人一顿干 然后就死了 这什么人呢 就不明白了 你说菜也不能菜成这样 大家不多谈了 这边无所谓 还是这句话 国战嘛 队友都死了 咱们还能玩 也不虚 这边就开 无脑开咱们了 反正都死俩队友了 剩下最多有一个队友 基本上有队友概率也很低了 直接无脑开了 让他放去吧 凡自己不怕 把那些暗将都放出来 好 这边又给了暗将 想让暗将去打死马 结果呢 这个很不幸 暗将是黄月英 那没有办法 但是呢 总归是逼他亮相见 好 这边还好桃子多 一会儿可以 实在不行 可以捞真机司马 真机司马这个兽医 反正挡了好多AOE倒是 但是呢 这个终于也被火烧了 您看五股风灯 无中生有 这几个暗将身份 就非常关键了 继续火攻 肯定他是想 先把真机司马弄死啊 这边其实可以考虑救一下了 感觉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畏过了 感觉上是没有什么畏过了 这边可以要救一下 决斗 谁杀多 真机司马全是杀 你看他看过72 他都不连 他宁愿来连甲许 这肯定是个鼠 这边又放满满 那你不拆藤甲 你刚才为什么不拆藤甲 亲 为什么不拆藤甲 拆了藤甲多好啊 这么多AOE 不拆藤甲 我也是罪了 好172 你的身份将决定一切 就为了个火杀 然后还杀不中 那边真机司马 那有闪 这各种队 这个家许使用黑锦囊 然后黄叶英和赵云说 咱俩这脑子 172你赶紧亮 你不亮 你不是鼠 好 你不是鼠 那你就群无呗 香香 然而不能睡觉 怎么办 好 神桃源 不错 打的不错 点个赞 这边有连弩 数过要倒霉了 Boss 大型Boss出现 这边赵云估计是去了 也不一定 除非助容桃子多 但是从主视角这里 刚才出了两个桃 真机吃个桃 这里边还有两个桃 外面没有那么多桃了 吴杰操睡觉大法 这个没杀死他老公 果然再跟他老公睡一发 本来想杀夫的 好 还是得救真机的 不然的话有可能打不过 让真机出来干干活 那边有两个大门 好烦 这边这个注容 已经丧心病狂了 你就为了打死 这个真机司马 简直丧心病狂啊 强行把大蜀国射崩啊 你说你图什么 你说你图的是什么 我就不能理解了 好 这边杀一刀 无脑放 真是无脑放 这边加许的机会来了 乱舞 全带走 带你们飞啊 直接合着注容进单挑啊 反正正在状态比较好 又是一加一 砍了香香 嘿 结果香香没死 你妹的 结果 结果他很坏啊 他看香香没死 他要给注容一张牌 拉拢了个注容 哈哈 香香这个打法不对啊 你别制衡加一码 你别制衡加一码 你收了他 你这个状态能打过吗 你也未必能打过 你不其实 其实这里不必要救了 为啥 他就收一张牌 说完他也制衡 他已经制衡过了 你这边有杖疤 所以就不必要救了 救了 没什么意义的 当然也无所谓了 救了 你反正 把这个香香打死 继续单挑嘛 就无所谓了 借刀吧 刀借过来 稳一点 哎 闪电 那更稳了 被批死了 就那边那个 思泉香香 那个时候 不要去杀注容 你不要把都 把牌都 他不会玩 他会玩的话 就是先找防御牌 你把加一码什么的制衡了 然后去一顿砍注容 那对你有什么好处呀 再看一句 主持人玩家的ID 叫陆连青 九区的玩家 感谢他录像 既然你ID叫陆连青 我猜测你会选陆连青 和孙奔 当然了 这里面这两道组合 都是可以的 夏侯敦张辽不错 陆逊孙策组合 也挺不错的 有过牌 孙策放副将就可以 因为是两个三学武将 这局可以当做一个反面调查看 当然反面不是主视角 到底谁是反面 你们猜猜看 好 200挂连弩挂减一锅 看来他是一个需要连弩的人 这边这个人有技能 暴露了自己 他要顺连弩吗 应该是顺连弩 正常角度来说 然后他也挂下来了 说明他也需要连弩 好吧 要拆连弩 没必要无懈吧 连弩这玩意儿拆了就拆了 然后他拆连弩 反手杀下甲 就给贴个乐 这种一般都是 魏国喜欢干这种事 就非常的像魏国 魏国喜欢干这种 杀个人 然后给人贴个乐 阴一下 好 这边真击出来 但是一般这种杀一下贴个乐 是针对三学武将魏国 对不对 四学的你就不一定了 有可能打到队友的 好 这边真击张合选择手量 真击张合这个武将 倒是可以手量 因为你不手量的话 感觉好亏 昨天我一个真击 我用真击张合手量 最后赢了 好 这边看见真击张合 这种手量 果然他也打他 就跟你看见吕蒙一样 你不跟他一会就得打他 你不打他 他牌越来越多 你就没法玩了 你得带头打他 要不然没人带头 谁不打他 谁也不打他 那还怎么玩 谁说他武器没了 武器没了 你跟谁说呢 这边去拆 拆什么 拆手牌 不拆加一码吗 不拆加一码吗 这边都是没有动 判定阶段有技能 出牌阶段有技能 非常像魏国 这就是个魏 因为这个人 刚才打过 拆过魏国 他就直接一顿干 拖挫了一个魏 估计是张 夏侯渊 张辽什么的 就是这种 徐楚啊 什么的 反正就这些武将 都是什么 魔牌阶段有技能 什么 然后这边又出来个魏国 我还以为这155也是魏 这没打正 没打这个张合 结果他又打出来个魏 结果中了 我还挣住人被标飞魏 他就中 那这下就得打魏了 那三个魏 而且这边针一张合 那边邓爱 对吧 就很烦的 挪狮子吧 我感觉你挪狮子 给邓爱灰灰雪吧 好 那你想把他砸死 那也可以 这边不让打 连一下 那也行 你要是有牌 能把160打死 其实最好 比一师自豪 这样可以一劳永逸 这边果断救 肯定要救的 只要不是魏 你就肯定要救 就算他不救 陆迅也得救 因为你不救的话 一会就可能 很可能打不过魏国了 啥魏 没得说 邓爱必须死 他说心软了 巨人杀我没手量 对我知道了 这个黄中赵云 打邓爱是报仇 并不是说 因为他觉得 那个是魏 第一轮 他被杀被乐 报仇 也没什么问题 不过一般那种 还是那句话 被杀一刀 乐一下了 还是很可能是魏国 这边就反正继续打 可以 这也没必要亮 你反正亮了 没技能 就按着砍好了 好 这边支一支笔 看一下200的 因为就200的 没表身份了 他看一下 你们不觉得 这个动作好奇怪 这边他不是魏 然后这边又杀过魏 他杀也不留着 强行砍出去 八成是个诸葛亮 而且他还看过 看完这个月鹰 他也没去杀 这边月鹰选择亮将 基本上可以知道 这160是诸葛亮了 不然他弹疼的 他非要把那张牌出出去 接下来的话 要考虑打蜀国了 接下来要考虑打蜀国了 邓爱死了就死了 死了就要考虑打蜀了 不然要出事情了 154你赶紧亮吧 你还藏什么藏啊 你这不亮了 收人头 还藏什么藏啊 我感觉不要救了 你可以判断出 160是个诸葛亮 这就不必要救了 让他死就好了 这点位 你得过度猥琐啊 你不收人头 收两张牌 收三张牌不收 你过度猥琐啊 不知道图什么 你就猥琐 太猥琐了 这边直接放全月鹰 好的 有牌不收 不知道想什么呢 这边陆星赶紧把技能都开开吧 反正你独描 出来也没事 这边不亮的话 就肯定不是数了 是数这回合肯定亮 因为你不亮你就野了 那边赵云已经死了 这边果然是诸葛亮 好的 打屌屌屌 明显能看出来是诸葛亮 他上回标的出牌 看完黄月鹰 然后手里杀 就无脑砍出去 还砍的是一个跳了飞位的 也没砍月鹰 肯定是诸葛亮 就为了空城 而且不杀月鹰 对吧 自己这笔看一下 当然了月鹰 月鹰的看 反正是不亏牌的 就随便看 愿意看啥看啥 这边直接九杀 我去 这得救 这必须得救 不救必输 点V 什么玩意 下火渊 这个技能暴露的 有些玩家有时候可逗了 技能暴露 写在脸上了 自己在那边藏 不知道骗谁呢 这无脑挂神殿 这边 反正就是 一是扰乱 你关心 二是看能不能批死关羽 因为已经快打不过了 因为这边是个绝配组合 刘善诸葛亮月鹰 是个绝配组合 跟诸葛亮空一下下家的牌 小家肯定要出来干你们了 好 空了一张 摸了两个桃子 吃了 吃了饱饱的 砍一刀 这边是醉了 给了张闪 好 重铸一下 红纱 激昂吧 肯定激昂 哎 铁锁 铁锁的话 你现在连也可以 留着虚报也可以 其实感觉虚报一下可能更好 虚报一下 说不定一会更有机会 可以有目标的去连 这边直接一个全军突击 真机要去了 没办法 全军突击是没有办法的 一一代劳 一一代劳 我感觉啊 这边 这边这诸葛亮 这不是 你看他关了锦囊 本来是给月鹰关了锦囊 他这边不应该这么打 他应该 不全军突击 让因为真机只有一张牌 让他把这张闪出掉 然后你让月鹰去用那些锦囊去 比较好 他本来是给月鹰关了锦囊 应该是 然后这边他收到人头 锦囊都自己拿了 决斗也没决斗过 这局看起来已经不可逆转了 完全的不可逆转了 这边不要出杀了 肯定不出杀 你出杀了一会儿 你摸不到属性杀 完全没有翻盘点了 所以这张杀是势必不能出的 这边夏侯渊点位也是拼了 表示拼光全家要弄死你 然后本场第一个亮点来了 吃我一击 然后黄叶盈就把 家伙渊老师还有打 然后黄叶盈就把点位给救起来 好 这个咱们可以看作是手残 因为有的时候 有的人他经常就点位结算 他本来是点位先死 他就以为队友死了 赶紧着急忙忙的救 其实是点位先死 好 这种还可以看作手残 咱们接着看 好 这边他收到一个火攻 再一个火攻拍下去 还送孙策觉醒 好 这边 这边注意看 开始 开始阴魂 看有没有机会 你看 他扔了一张杀一张神 觉得月鹰真的对吗 在我看这里月鹰是非常愚蠢 为啥 你这么大的幽局 这里要做的什么 就是保证在孙策动静 你跟祝格洋不死 这局就赢了 就这么简单 你摊这个无六剑 你摊这无六剑干嘛 你手里留两张闪 老老实实保证自己 这回合不死 就能赢 就这么简单 这个无六剑有什么好摊的 我甚至还想说 如果他要手里有无中 没准还要摊无中的 连闪都不留的 行 摊吧 摊出事来了 你留两张闪能死吗 留两张闪 什么事都没有 对不对 你那下点错了 咱们可以理解 对吧 这边再多试 看能不能找个过拆下来的 把那个腾甲拆了 然后 好 把腾甲拆了放个万件 对不对 优势局求稳 不明白吗 一个无六剑都要摊 那要手里有无中 岂不是更要摊吗 大家不要觉得这种局 好像是个例 其实这种局 在陆生局太常见了 就很多人就喜欢摊 优势局还在那摊 非要留一些 什么容易被人翻盘的牌 或者什么 不懂的 就是留住基本牌保命 活 就其实有很多优势局 很简单 就是你活下来就赢了 就活下来就赢了 不需要别的 抱不抱都无所谓 起抱不起抱都无所谓 而有些局呢 是倒过来的 是你活下来就输了 你必须要起抱 那种时候是要赢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局 你能不能分清楚 对不对 有的局就是 你不能留防御牌 你留防御牌就输了 你需要起抱 你必须去赢 必须留一些进攻牌 去赢 赢命 而刚才这种局就是 明平我要留基本牌 我不需要去赢 是吧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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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